字幕提供 《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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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線上嘉賓 各位朋友 歡迎大家出席 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 《有關數字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 研究報告發佈會》 今天我們緊貼主題 結合了數字科技和文化創意 用最新的延展實境科技 Extended Reality 跨越時空 超越現實的形式 和各位見面 希望大家的感覺耳目一身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傳源 有文化內涵的地方 總會令人萬分敬佩 因為它會散發無窮的力量 對本土能夠賦予生命力和凝聚力 而對外也能夠發揮吸引力和影響力 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有些人批評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 香港的文化事業 蓬佩發展影響深遠 從邵逸夫創立的影視王國 到李小龍引領的功夫熱潮 到許冠傑、填寫、粵語歌曲 到王家駒創作搖滾音樂 還有金融書寫的武俠江湖 馬榮成蕙咒的漫畫風雲 他們的粉絲可以說是遍布全球 為香港帶來了不少光環和經濟效益 當時是一個激情四射的夢想時代 亦是一個香港文化輸出的黃金時代 只可惜 在激烈的地區和市場競爭之中 香港文化創意未能夠跟得上時代 就在不知不覺之中 我們逐漸收取了特色和領先的地位 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日子 不少的國家和地區政府 都意識到文化藝術創作 是一個不容忽視 可以帶動經濟效益 發揮軟實力 值得重點支持銳意發展的產業 但是相比之下 香港的文化政策 就總是緩步山山 始終未見到蹤影 而文化藝術創作 就只能停留在 一個接一個演出、展覽、出版等等的項目階段 目前文化創意產業 已經急速向數碼化轉型 近兩年多的疫情 更加加速了這個發展的趨勢 究竟藝術和科技是怎樣連上關係呢 香港又有沒有這些人才呢 大家不妨看看我現在身處這個場景 香港青年藝術家 將傳統的中國工筆技巧 結合了西方寫生的手法 完成了一幅創意的畫作 而這幅畫作 遇上了香港科技人才的智慧和想像 碰撞融合出來 就呈現了大家看到的 這幅極具審美價值的藝術科技精品 別有一番新時代的風味 事實上 我們香港不單止有創意人才 我們亦都有豐富的文化資源 我們有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底蘊 又有二百年和西方文化交融的歷史 可以說 我們坐擁匯穗東西的獨特優勢 如果能夠用好藝術科技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 將會有一個全新的景象 無限的可能 在過去一年多 在陳智思先生 郭藝可教授 黃元山博士的指導之下 我們的研究團隊的主力成員 水智偉 蘇曉明 林月彤 和數以百計的文創界的前輩 新秀 持份者 深入交流 我們嘗試要拆解民創產業 果足不前的問題 並就未來的發展 路向作出一些建議 我們亦都相信 此時此刻去發佈這個研究成果 是最適合的 因為現界的政府和候任的特首 都已經公佈了成立新的政策局 統籌文化和創意產業的發展 還有就是國家在十四五規劃裏面 已經定位了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這個正正是國家對香港文化產業的加持 亦都是發揮香港所長 供應國家所需的機會 今年又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 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啟新篇章的歷史時刻 在國家的支持之下 團結香港基金 期望特區政府把握機遇 以遠大的眼光貼地的政策 強大的執行力 制定好文化藍圖 悉心栽培新一代的創意人才 震領香港文化、創意產業 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充滿文化內涵 匯垂董西、活力四射的大都會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